伊朗乒乓球手这么厉害,粉碎韩国主力夺冠梦想,将与国拼强强对决,2018年乒乓球亚运会比赛已进入尾声,在男子单打项目的较量中,一匹非常黑的黑马,彻底打乱了大家的赛前的预测,杀入了半决赛的争夺,而这匹黑马,正是来自伊朗的男单主力选手,诺萨德阿拉米扬,奔赐亚运会,阿拉米扬的状态惊人。 男单八分之一决赛,他4比3击败韩国乒乓球队的主力选手,曾在奥运会上给大满贯马龙制造过巨大威胁的郑荣直,惊险晋级下一轮,郑荣直在此前接受采访的时候认为自己的黄金期还没到,2018年,希望能在亚运会上夺得单打金牌,结果他亚运会还没碰到强大的中国队,就被伊朗人给淘汰了。 这届比赛的夺金之梦已碎,下一次机会就要等四年后了。 战胜阵容之后,阿拉米扬在四分之一决赛,遭遇了中国香港最名将,目前排世界第二的直拍选手黄振廷。 此战阿拉米扬发挥得更加神勇,四比一就轻松拿下,没给黄振廷太多的机会,更是让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。 至此,阿拉米扬已经在亚运会上保底,可以获得一块铜牌。 而这也是伊朗乒乓球队自1966年以来,收获了第一美亚运会奖牌,阿拉米扬创造了自己国家在乒乓球领域的历史。 虽然挺进亚运会四强的结果,确实有些出人意料,但本次比赛其实并非阿拉米扬第一次走进球迷朋友们的誓言。 早在六年前的2012年乒乓球亚洲杯上,阿拉米扬就击败了中国乒乓球队曾经的绝对主力,是拼在南单三冠王选手王立琴。 客观而言,2012年的王立琴早已经过了巅峰,当时也没有在国平承担世界大赛任务。 所以实力有限,已经退出了超一流选手的行列。 但俗话说得好,瘦子骆驼比马大,王立琴到底是中国队曾经的王牌运动员,而阿拉米扬和伊朗乒乓球队的底子摆在那里。 他最后能取胜,也算是非常不错的表现了。 伊朗这个国家在乒乓球方面的成就相当有限,倒是数十年前他们的国王给拼盘留下了一笔重要财产。 他赞出了一个银杯给国际拼联,当作男双比赛的冠军奖杯,这便是伊朗杯的来历。 国庭许多人都曾捧喜过这个奖杯,其中就包括刘国梁、孔令辉,以及被阿拉米扬战胜过的王立琴等人。 至于现在的伊朗乒乓球队的话,一般球迷朋友们也就记住了阿拉米扬这一个伊朗选手,有的则因为他顺便记住了另一个叫阿拉米扬的运动员。 因为此人是阿拉米扬的弟弟,今年还和哥哥一起打了亚洲杯比赛。 看来这两兄弟,真是撑起了伊朗队的半变天啊。 阿拉米扬的技术并不算强,左手横拍两面弧圈球打法。 以前媒体评价他为伊朗的波尔,就是因为绷格和德国乒乓球世界冠军波尔很像,打法还算比较全面均衡。 但总的来说,阿拉米扬也就是有典型似波尔罢了。 论对乒乓球技术,尤其是旋转这一块,战术方面的造诣,他到底还是比波尔差太多。 和另一个与波尔风格接近的运动员,欧洲杯冠军选手弗雷塔斯,刚在杰克公开赛上击败张本志和,输给国乒小将郑陪峰的葡萄牙乒乓一哥,比起来也有各种不足。 不过比赛从来都是综合实力与临场发挥等各方面的总对决,平时技术占优的未必就一定赢球,平时技术下风的也未必一定会输。 这种不确定本身便是竞技体育的魅力之一,不然比赛还没打就知道结果的话,那也没什么看透。 接下来阿拉米扬就要接受来自强大的中国乒乓球队的检验了。 半决赛,他将对阵国乒选手林高远,虽然林高远的整体实力明显高于阿拉米扬,但阵容值和黄振亭不也是如此吗? 所以国乒一定不能掉以轻心,狭路相逢,林高远同样必须放下身段去拼阿拉米扬,这样才能站得先机,取得胜利。 半决赛阿拉米扬,能否继续创造奇迹吗?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,为林高远加油!